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唐英年反了竟然敢敢說話 立法會議員突然吃了誠實豆沙包 港股跌穿18,000點 萬誤不是猛 香港人口意外增長 奧苗之處在於 大家好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18日 星期五 我是詠欣 節目開始之前 首先謝謝大家的支持 提提大家我們的節目除在YouTube播出外 還會在《乾淨世界》這個新平台播出 連結在這條影片的下面可以找到 西九文化區財政緊張 管理局董事局主席唐英年形容 盡管大力謹肅開支 為財政狀況易血流成河 他批評當年興建高鐵 令所有西九文化區商業發展停滯不前長達7年這麼久 此外 他還提及自己2003年接任財政司司長時 面臨500億元財赤 四年內就將赤字變成盈餘 之後十多年的財政司司長都沒見過財赤兩字點寫 對於如此大膽的言論 不少網民直呼 反了 反了 西九董事局預料 按目前推算 西九文化區所獲得的撥款將在2025年3月耗盡 介紹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及M家博物館 將不能舉辦更多表演 17日唐英年出席活動後見傳媒 談及西九文化區財政問題 他表示不希望與民生增資源 決定從西九文化區的土地著手 以向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提交可置付盈規的方案 唐英年說 西九土地是唯一資源 希望憑借這些資源賺錢以保證未來營運 因此必須跳出原本的框框 思考如何配合市場的需要 他指 提交的方案包括短、中、長期計劃 期望能善用所有土地 但雖等待局方批准後才可以向外公佈 並啟動相關程序 唐英年還提及高鐵阻礙西九文化區發展 他指當初高鐵興建期間 借西九文化區土地作為卸泥區 導致文化區商業發展停滯不前長達7年 如果市場可以配合條件會更好 不過如果世界上可以有如果就沒有窮人了 他還表示全球的文化藝術設施 也未能自負盈規 最高成本回收也只是約50% 西九文化區也接近這個水平 希望公眾繼續支持西九文化區 此外唐英年又指自己不相信 頭痛醫頭、腳痛醫腳 更希望徹底解決問題 他說 正如我2003年接任財政司司長時 面臨500億元財赤 但我可以在四年來將它變成千多億盈餘 之後十幾年的財政司司長都沒見過財赤兩字點寫 對於唐英年的大膽言論不少網民直呼 反了反了 竟然說了真話 有網民感嘆 總是覺得以前那些官再差也有些了道 雖極也有自己想法 現在那些官好像出來說完那些脫掉東西 拼眼球就算 不說以為份量是被他們出來搞笑 還有留言補充說 以前是精英治港現在是精神病治港 鬥低治傷鬥擦鞋 越擦越引戰上位越快 被這班人管治 直情侮辱香港人智慧 有網民嘯指 現在的政府高官是催泄官員 論學歷、論資歷、論國際人脈等 都無法跟港英年代出身的官員比 完善後的立法會真是令社不同 日前立法會法律界議員林新強 突然吃了誠實豆沙包 說自己經過中聯辦法律部的提點 加上看完《基本法》之後才知道 原來真是有憲制責任要處理市民的申訴 因此他在元朗的辦事處 在運作近一年後於前日開幕 嘩我沒聽錯啊嘛 法律界議員要人提回他憲制責任? 按照這樣的邏輯 醫生要人提才知道自己的職責是幫人看病 老師要人提才知道自己的職責是教書? 嘩我老闆也沒提我要報新聞啊 那是不是我現在可以收工回家了? 說笑而已 要老闆提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博炒什麼? 我又不是香港立法會議員 議員可以不出席投票工資照豆 如果我不準時上班 給老闆照費就有惡份 言歸正傳對於為何作為法律界功能組別議員 辦事處卻開在元朗 林新強就解釋說 因為他自己是新界人作為議員 要貼地接觸市民 才能有效服務市民質詢政府 哦原來如此 我還以為辦事處開在元朗 是為了方便和白衣人握手 話說 幸好主人提一提 不然我差林議員還猛成成 以為完善後的立法會 無需接觸市民 只懂得聽上頭指示 就可以躺在這裡 也有十多萬一個月收 主人就聰明了 俗語說 雖然現在人人都知道香港立法會議員只是橡皮圖章 但橡皮章都要找個盒來裝一裝的嘛 至於你是不是天天來個盒裡報道 誰知嗎 反正個盒都是要來做蝦養的 8月17日常午 港股低開高酒 香港恆生指數開盤後一度重坐超過400點 報17,900點 跌穿18,000點大關 創年內新低 和港股走勢高度相關的離岸人民幣 對美元回價 日內亦跌至年內新低7.3497 真是跌到連媽媽都不認得 有分析指出 恆子短期在18,000點有短暫支持 但因為中國經濟復甦動能較弱 同時美元強勢 恐吸印外資回流美國資產 後市港股跟隨CNH繼續下跌的可能性很大 消息引返網民熱意 有網民在Facebook群組貼出帖文稱 發蒙都猜不到今早恆子開市沒多久 就連萬八都穿了 有網民就回帖表示 怎會猜不到啊 猜不到它站了18樓上那麼久就真 另一網民就表示 這個月頭跌出19,000點的時候 那些財經分析師說已經跌到最低 之後會上回20,000點 不過當時我在其他group說過會跌破18,000點 不過沒人相信 這位網民認為跌破18,000點有以下幾點原因 1.一直沒有離好股市的消息 2.香港股市很多大陸公司 大陸經濟差港股會跟著跌 3.內地最大房企碧桂原欠債影響其他內房股 4.最近公佈內地三頭馬車數據比如其差 有財經人士對看中國表示 其實這位網民的分析不無道理 因為其實恆子成份股轉為中資股 已經知道將一去不返 這位財經人士還提醒大家 北水已退,大家小心為妙 萬五恐怕不是蒙 有網民就諷刺表示 政府統計處發表的人口數據令人跌破眼鏡的是 2023年年中香港人口出乎意料地出現15萬增長 17日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稱 人口增長反映香港已踏入幼稚及慶新階段 經濟平穩發展 吸引世界各地的人來說 用腳對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 不過外界普遍認為 政府統計處數據不實,欲蓋尼章 政府統計處日前公佈數據指 2022年年終至2023年年終 本港人口錄得749萬8100人 於2022年年終人口734萬6100人比較 增加15.2萬人,升幅為2.1% 政府表示,人口升幅主要由於期間錄得17.4萬名香港居民淨移入 包括3.1萬名單程正持有人的移入 以及14.3萬名其他香港居民的淨移入 在同期內,人口錄得2.2萬人的自然減少 17日,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稱 人口增長反映香港已走出2019年黑暴陰霾 踏入幼稚及慶新階段 加之目前,本港經濟平穩發展 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才 用腳對香港投下信心的一票 眾所周知,《國安法》後 香港便上演了一場開浮以來 前所未有的移民潮 根據入境處數據顯示 2020年7月初至2023年6月底 3年期間,經機場淨流出的香港居民人數 高達約53萬之多 加上勞動力短缺,人口老齡化 出生率全球包尾等 各種跡象均反映香港人口正在遞減 那統計處如何變出 港人口增餘15萬的美麗故事呢? 時評人鳳希乾表示 奧妙盡在流動居民這個細節 今年中的香港流動居民高達24.87萬人 是近12年的年終數字之冠 比去年中增加近10萬 他說自己認識好幾個 二左民又被歸入流動居民的人 他們反港處理一些要事 只要留港超過一個月 都被政府納入流動居民 而以BNO簽證的移英港人 政府根本不會時作移民 只要他們回港住舊日數 哪怕超過9個月不在香港 都算了香港人口一部分 鳳希乾說 由此可見政府想谷高人口數字其實不難 只要微調定義 降低門檻 數字就會很英俊 人口就顯得更稠密 到時你以人口增長為由 雜據款搞什麼都會 什麼大禹 都出師有明了 好 今天的香港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大家的收看 報導真相 真邊是弊 需要勇氣 更加需要你們的支持 記得like share 多點留言 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明天見 ¡旋Att L Spain Lurb L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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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